歡迎加入WTO 各位 我們叫姐妹會 姐妹會就是表示 有很多姐姐妹妹 才能聊的事情 會在這個節目聊 比如說我們的妹妹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姐姐的問題 OK 那我們來問一下 你們看婦產科有難忘的經驗嗎 很年輕的時候有難忘的經驗 小女生 臉上冒很多痘痘 青春期 然後勝利期剛剛來不是很準時 然後去看婦產科 媽媽說高代公一定會找女孩子的女醫師 一去以後女醫師看到你這麼年輕 說有沒有跟男生亂搞 第一句就這樣問你喔 第一句就這樣問我啊 是說亂搞啊 對 她問有沒有跟男生亂搞 我幹嘛衝著你說 而且重點是她小時候 那時候台灣女醫師很少 當時很少 所以那個時候女醫師很老 所以就對妳講話就這麼兇這樣 對 所以她直接講 躺上去 褲子脫下來 衣服撩高一點 然後 要檢查啊 要檢查啊 第一次小女生怎麼會知道 然後我就上去以後 然後她幫我看了嗎 OK啊 處女魔還在 OK 然後她才問我說 妳要來看什麼 我說我長痘痘 妳要看皮膚科啊 皮膚科啊 妳想不到妳為什麼要去看皮膚科呢 沒有 媽媽告訴妳 都看完了才問妳要看什麼 那問一下丁國玲啊 有沒有看過婦產科的經驗 有 而且是 我年紀沒有像她那麼小去看 我年紀比較大去看 因為台灣呢 台灣的健保非常好 知道嗎 超過30歲 6分鐘護醫生去看 拿妳的那個健保卡去 不用錢的 對 對 就去6分鐘護醫生 那我那個醫生很好 我今天看妳一直不能專心 為什麼 我也是 原來妳也會啊 不會 我一直覺得有什麼在我 你知道嗎 剛剛佩琪叫我還不要穿上衣咧 佩琪是想跟你拼了 真的嗎 不穿上衣會怎樣 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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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掉了 躲掉了 穿著好了 這樣我沒辦法專心這樣 所以妳只有去做抹片檢查而已 沒有 那次是蠻特別 因為那時候我再要拍一個 那個家喻戶曉的那個霹靂火 對 然後可是時間到我就是去做 反正就是不用錢嘛 因為我年紀大了嘛 對啊 然後她就是她很好 她是做完抹片檢查之後呢 她還幫我用插線波看我的子宮裡面 順便 對 歐波OK 那也不用她沒有跟我收錢 可是一看完蛋了 看到兩個東西 那看到那兩個東西之後呢 她說 欸 有一點像子宮肌瘤 然後 又有一點像水泡 我說妳不介意我做個內診嗎 那因為那個醫生本來我們就認識 我們家就認識 如果姐都在那邊生產 我就做內診 可是 可是我跟妳講 那個壓嘴頭 好恐怖喔 要嘴氣啊 對對對 就是很恐怖耶 而且 真的耶 我第一次做內診的感覺 真的 平常都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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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那裡叫冰涼 妳沒有透清涼的感覺 然後 她是直接用那個 有一種差異部話伸進去的看 然後確定是子宮肌瘤 然後那時候她就跟我講說 我說那怎麼辦 她說 很簡單 妳做好再做個那個 就是 這邊檢查 看看是良性還是惡性 對 然後我那時候做完以後是良性的 可是 她說 我說我不要開 因為才兩公分多嘛 我不想開 她那時候就給我吃那個類固醇 可是吃了發現我月亮臉 所以那時候我拍那個 霹靂火拍的後來 就有點月亮臉腫腫的 然後每個月還要回去觀察 所以問一下曾醫師 這個子宮肌瘤需要開嗎 這聽起來蠻怪異 因為第一個子宮肌瘤 並不能切片 因為它在肚子裡面 沒辦法切片 除了子宮腔裡面 否則是切不到的 第二個兩公分三公分 一般五公分以下 如果我都沒出來 就不必處理 你們一定要跟你們的 其他新住民的朋友講 只要有健保卡 在台灣一定要定期去做檢查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昨天遇到一個中醫師 他跟我說 女人如果鬱悶 心情不好 男人容易肺啊 肝跟胃會出毛病 會得胃癌肝癌 那個悶 悶 女人如果心情悶 有苦無處處 那個氣都預計在這裡 這裡是哪裡 就是胸 就是乳 很容易得乳癌 另外一個氣沒有減 眼悶 就是子宮頸癌 所以這兩個地方很容易 女生很容易在這兩個地方 所以心情一定要好 不然就是要多 定期做健康檢查 但是你們在你們的國家 看婦產科的時候 應該有一些難忘的經驗吧 第一次看婦產科幾歲 Sandra 我那個時候打醫 打醫喔 很貴嗎 不會說貴 不是 因為我那邊有那個健康檢查 然後那個健康檢查 對 看了一個公司 他們給你一盆書 就是說 你哪裡可以去看婦產科 你哪裡去看婦產科 你哪裡去看婦產科 你為什麼去看婦產科 那個時候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跟我老公在一起 你跟女生亂搞對不對 我是長青睛肉 我就是亂搞 可是跟我誰才叫老公亂搞 現在老公OK 只有一個 你去婦產科幹嘛啦 去拿病藥啊 沒有去看醫生 就不可以拿病藥 然後病藥就怕拿得不對了 他拿到一個廚房前才可以去買病藥 對對對 就可以去買半年的病藥 然後就去給他要了嘛 然後你要先去檢查才可以 可是我們那邊公司 我們去看婦產科 不是去大營 不是去醫院看 你去那個醫院 那個醫院對不對 然後你要先打電話 醫院什麼樣 然後你到那邊 那個護士先會帶你去他的飯店 然後會叫你穿個小布的衣服 然後要脫掉 然後要穿他們的衣服 衣服 然後在那邊等醫生來 因為他三個小布會檢查 然後那個醫生來 那個醫生大概三十七歲嘛 那上的 然後我也是覺得 記一次的時候就是覺得 不會說不好意思 其實還好啊 甚至遲到 然後一上來呢 就檢查檢查檢查 就是他知道我有哪瓶藥嘛 然後他叫我想 算就是 就是叫他開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一直有這個 可是其實記一次 就是轉把開了 對 轉把開 轉把開 然後記一次就是 他就講回來就是 遲到他要什麼樣 可是會緊張 然後他就起 我不知道哪個中文怎麼講 壓嘴氣 是嗎 就是一個點 對 壓嘴氣 他聽到哪個就開始 啊 會動 會動 就開始叫 因為我本來就是 回家 一點點東西 我就 啊 然後他就開始那個 啊 會動 不要演我 我要對他的手 我對他的手 他就好像有點不高興 他不高興 他跟我唱一句話 就是說 就是 不簽的是台灣的一生好 英國的一生好 他就是馬上跟我唱一句話 就說 你這個沒有瓶藥還是還大 你為什麼會大 怎麼這樣 而且氣又沒有比他還真的大 你為什麼 他突然看著我的臉書 跟我唱這樣 我就看著他 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太年輕的時候我就會這樣 我們 我跟妳說 如果是今天是不一樣 我吐過那麼大隻 沒有… 你應該跟他講說 拜託 那是肉粽 你這是鐵做的 當然會痛啊 可是我跟妳說 那個時候就是 年輕太小 不知道要講什麼 這是英國的醫生 對 英國的醫生 英國的醫生啊 這個在台灣發生可能可以告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已經即使到底講回來 希望你已經小 也不敢回去給媽媽 所以不然我要去給媽媽 所解釋的態度 對 不然真的是這個會有事 會有事 這樣講 這樣子回答會有事 但是妳這個是為了拿病院 要去看婦產的 妳知道有人為了 為了騙媽媽買內褲 給她去看婦產 為什麼 阿滴妳說一下 因為我 是陪我姐姐去 媽媽跟姐姐還有我去 我陪他們 然後姐姐是第一次來 媽媽就比較緊張 姐姐說有一點痛 媽媽就帶姐姐去 可是在智利很少買新衣服 然後為了姐姐 要去看醫生 要去看婦產的 就跟她買一件新內褲 我跟她說 姐姐我好想要新內褲 然後姐姐就說 那妳就跟媽媽說 妳也要看婦產科啊 然後姐姐就跟我說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媽媽買新內褲 因為醫生叫她把妳的褲脫掉 妳的褲看都沒看到 這樣子 妳的褲連看都沒看到 對 後來妳就去看婦產科 後來沒有 我沒有騙媽媽 我說算 因為我覺得不好意思還是不要 喔 小平兒 這沈陽妳為什麼看醫生啊 怎麼變卷神一樣 沈陽來的 沈陽來的 是啊 對啊 我那時候小的時候就是 十八九歲的時候有去看過 那時候就是經學過多 就是月經就是不正常 然後我去看醫生 那我們那邊的婦產科 都是女的醫生 男的都很少 沒有很少很少人 我都是看女的 那女醫生呢她就是 就態度很不好 我去的時候就 又是冬天很冷 她就那個上床 然後第一次去啊就很緊張 很緊張的時候腿就張不開 就像鞍唇腿一樣 就是X腿就那樣 她說 妳這樣要怎麼看 然後我就 年紀又小又很害怕 然後肚子又痛 因為已經十幾天 那月經還沒有走 我就去看 然後那些聲音 我沒辦法啊 她那麼兇 我又很怕 我就好吧 那沒辦法拼命了就 然後就咬著牙在那邊 看之後她就很用力很粗魯 就放那個 就很痛 然後她就那個 我就發現 我就有感覺 她就拿出來的時候 有感覺我流了很多血 然後等他們出去的時候 我下來自己穿衣服的 穿褲子的時候 我看那個床上好多血 一攤血 對 一攤血 就比以前還嚴重 就很恐怖 所以年輕女孩子 剛來月經的時候 都不太規則 也有可能精血量過多 那都要看醫生的對不對 還是要查一下原因 對 還好妳有去 後來吃藥好了嗎 對 後來吃藥就好了 就忍一下吧 不然妳流血過多致死 對不對 而且很恐怖 那慧卿呢 在越南有看醫生嗎 有 在越南的話其實跟大陸一樣 就是大部分的醫生都是 女醫生 女醫生 然後對 所以我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是產檢 然後我就是很不舒服 我也沒有 因為我想說習慣在那邊 一點都是女醫生嘛 我也沒有 就護士小姐問說 妳要哪一位醫生 我說隨便 然後進去裡面都脫下來了 然後在那邊打開腿再等 然後醫生外面好像滿多人的 等了一下子好久 我就很不耐煩 就想說先下來 先下來的時候就剛好 那裙子已經脫下來嘛 就都脫下來 然後醫生就從那個進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醫生說 啊 難得 我就 我就轉頭 我就裙子就拉起來 趕快就在旁邊就穿起來 就從另外一個門 就跑出去了 就沒有看了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跑出去外面的人很驚訝 就覺得說到底怎麼回事啊 對 然後醫生那時候 我沒有看到醫生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或許醫生也大一株還是怎樣 然後外面以為發生什麼事 我就說 男的 然後我就說 我以為是女的 對 然後我是裙子已經穿好了 就跑出去我說不好意思 我不習慣 我還是回去好了 如果沒有女醫師的話 趕快再來看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很不好意思說 因為這樣很對那個醫生很不好意思 對 人家外面都以為說醫生 對妳怎麼樣 對 不過聽說在越南看婦長科 妳那時候會先跟醫生講 妳還是處女對不對 對 那時候我大概18歲 我其實去看的時候我是怕痛 我是有聽過像這樣子的動作 因為如果妳要先講 如果我是處女 她是會用肛枕對不對 對 用肛枕 用肛門進去摸這樣子 我那時候 是我不會注意說什麼 講不講處女 而是我怕痛 只是我男朋友她提醒我說 她就跟我講說 去那邊看的時候 要跟她講說妳還是處女 那她是跟我講說 妳處女不肯給我 就算不要 不小心 原來她是那麼自私的人 那像Christina 她在白俄羅斯 是要媽媽帶去對不對 我第一次去看 這個是15歲跟我的同學 這個是學校的 安排 對 我的朋友她跟媽媽一起去了 她還沒18歲 如果還沒18歲 要跟媽媽一起去 他們 所以在妳們的國家 未滿18歲要父母陪同 媽媽陪同 對 他們來的時候 醫生看 然後跟媽媽講 她不是處女了 對 因為她還沒18歲 所以媽媽寫掉 怎麼辦 開始哭 然後 對 我的朋友說 我跟妳講 妳今天晚上回家 不要跟爸爸講 因為她媽媽很可怕 她的老公可以罵她 然後可以打她的女兒 但是 因為還沒18歲 這樣子的時候 真的父母沒有面子 在白俄羅斯 在白俄羅斯 我15歲給我的同學 全部學校要去看醫生 所以我們要在 複雜課那邊 排隊 2x2 排隊 我跟朋友進去了 當然第一次 好可怕 什麼都不知道 老師沒有教我們 就是去看那邊 醫生都是告訴你們 醫生來了 給我講 放妳的 這個是腳在肩膀上面 我不知道肩膀 知道一個肩膀 就是這個的部分 放在她的 肩膀上 放在她的方向 對啊 她這樣看很方便耶 她這樣 她說 妳做什麼 手的這個是這個的東西 英文 英文這個的 還有這個的一樣的意思 發音是一樣的 對啊 她說在她的肩膀 妳這樣只有這樣開 跨兩邊的話會比較開 這意思是真的有人 太開放了嗎 有人會跨你們肩膀 太開放了 有人跨你們肩膀嗎 沒有 沒有 我們英文的字 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的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對 一樣的名字 所以呢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怎麼講 真的還沒看到了 對 對 聽到了手的就是 就是這個 沒有知道 然後醫生看什麼 我都不聽 你真的丟臉啊 真的 你不記得要幹嘛 第一次真的 趕快 趕快走啦 對不對 不好意思啊 在南非看個婦產科 掛號費就兩千一百塊台幣喔 對 我那個時候去 因為我沒有保險 沒有保險 所以去那邊的時候非常貴 但是我第一次去看 是因為我肚子不舒服 我們南非 如果你要吃那個冰飲藥 你就直接可以去買 不用去看醫生的 那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去 就繼續買 不知道不好 然後第二個月就 開始有流在那個 Ovaries Ovaries 對 上面 但是它是好像水泡 就是看會不會髒還是什麼 很痛 我就去看 我去那個一般的醫院去看醫生 那一進去的時候 醫生說我要躺在那個 台子上面 就是躺著 然後他就 轉著 我就聽到他的聲音好像 很面熟 我認識你喔 奇怪喔 然後但是他有蓋起來 然後 但是在下面他一直在笑 我現在這個醫生在做什麼 他現在摸我肚子說 你應該長那個東西 然後他說好啊 你現在要去 我要做一個 Internal examination 就是Pap smear 我就說 What's that 就是一樣 對 然後我就要坐著 我就一轉他就 然後我就把他的那個 打開給我看 結果 是你耶 我就嚇到 我說你在這裡幹嘛 是誰 你在裡面是一個色狼 我不給你看 我非常的生氣 他既然都沒有告訴我 我就帶我去 然後我就跟他說 早知道 在資歷就帶你去結紮 我吃飯要我們當然去結紮 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 什麼 副採科醫師 無所不知 嚇壞Christina 看 看 然後給我講話 你知道了 我有看到你 什麼時候 沒有看到他 我有看到你 你有 你在把俄羅斯來的 我說 怎麼可能在裡面看 你知道了 在把俄羅斯來的 好可怕 好可怕 來不停喔 姐妹會 他說好啊 你現在要去 我要做一個 Internal examination 就是Pap smear 我就說 What's that 就是一樣 對 然後我就要坐著 我就一轉他就 把他的那個 打開給我看 拿下來 嘿 是你耶 我就嚇到 我說你在這裡幹嘛 是誰 我同學的哥哥 他有贏的 他有贏的 然後他說 他還說 還好今天你贏到我 我說 為什麼還好 他說 我們是好朋友啊 我就可以這樣子 不好啊 這樣不好 我就可以 對對對 然後我說 拜託不可能 我把我的那個 因為本來是這裡打開的 我就放下去 我說不可能 我什麼都不給你看 你在學校的時候 是一個色狼 你在學校 你在學校是一個色狼 我不給你看 你還用這個機會 你還太過分了 我就 幫幫幫幫 我就得出去了 還付了2100萬 掛號費 OK 問一下 在台灣的看診經驗好不好 Sandra 昨天的醫生真的很好 最重要 我那個父子很可愛 其實可能她16年 她就真的很好 她的個子真的肯定差不多 什麼叫個子差不多 不是 樣子 我看不到的差不多 已經看了16年 可是 特別的就是 我們在英國 跟醫生講話 沒有人聽得到 我們就可以講很久 然後我也 誤誤誤誤誤誤誤的東西 都是沒關係 可是在台灣 我有碰過兩次 因為我們都去Hospital 你們一個 一直去 那個護士生也叫 那個 他先叫你請來 請來就是那個 通常是這樣 5號輪到妳 6號妳進來坐旁邊 對 7號妳坐那邊等 然後其實還有個4號 已經腳張開在後面 對 我就是哪一個 好 但妳沒腳張開 你知道嗎 但那個醫生進來 醫生一直不來 我在那邊已經快半個小時 我的腳就是這樣 已經滿了 好涼喔 那個護士再起來跟我說 不好意思 剛才有人在樓上要生小孩 他就先去樓上幫他接送 我說 啊 日後不早一點講 在那邊講 等很久 然後醫生 那一來看一看 OK你可以下來 下來他就去外面 所以我所有給他講的話 都是在外面講的 像那個說華音嘛 好多人在那邊耶 我就想他 好幾個玩具想他 我現在跟我老公 到底可不可以 對不對 炸疫情或是怎麼樣 然後我在 好小聲啊妳知道 他就回答就很大聲 可以喔 可以喔 小妮不回東就沒關係 可以啊 可以抓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不好意思 真的好小聲 對啊 他真的很大聲 大家都聽得到在講 沒關係啊 反正那個 那個五號六號 下次也不會遇到 沒關係啊 沒有隱私權啊 對 以前是很好 可是之前太短 然後你沒有 私人的朋友 隱私 那Kim呢 我先生是非常 很單純 真的沒有經驗 可是 結婚不到一個月 碰 結婚了 所以他是 白髮白生 懷孕了 懷孕了 對 我就很快 Bingo 懷孕了 Bingo 對 然後我自己 因為我 你沒有懷過孕的婦女 你會 那個感覺就是 我用英文形容叫做 因為這一代有那種 重 承重感覺 有一點重的感覺 可是我不確定 但是已經 因為我的月經 算是很準確 所以已經過了 一個多禮拜 我跟我先生說 他也是個白痴 他很好玩 我說 黃蟲蕭 好像我又懷了暈了 真的 我預計沒有來 他說 我們去檢查 在內湖有一個小診所 是在德安百貨的後面 要講的 白痴 你知道那個小診所嗎 是一個地下室 你要到 你是不是要做 你是不是要做 美人姐 我會說 我會幫你管他 不會幫他管他 不是我的事 那個醫生說了什麼 對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 怎麼檢查懷孕 非常簡單 尿尿在一個地圖裡面 好 這個我也可以瞄準 很快 我不怕 給他 他拿一個小東西 放進去 不到好像一分鐘 馬上知道 懷孕了 他就說什麼陽型 痕痕痕痕 對 你懷孕 然後他說 那請問 你們兩個打算怎麼樣 什麼時候 我不騙你 他跟我說 我永遠不會忘掉 他說 你們兩個打算怎麼辦 有沒有 打算什麼時候要拿掉 蛤 什麼 在台灣 那個醫生姓什麼 但他不知道 你們結婚了 對 問一下美美 你在印尼有看過婦產科嗎 沒有 來台灣才第一次看 對 第一次看 很緊張 超緊張的 就是要做尿醫檢查 然後醫生叫我去尿尿 我拿一個杯子 就出去尿尿 然後剛好那一天是 就不想尿這樣子 沒有尿尿 只有一點點而已 我就拿進去 我說 醫生不好意思 因為我很緊張 想說他又尿 因為我們的尿一定很多 他說醫生 我說只有一點點 我說我沒有想尿尿 他說沒關係 不用緊張 都是兩滴就夠了 這樣子 所以這樣妳就不會那麼害怕 對 我以為要一整杯這樣 那一次是幹嘛 是要去做懷孕 沒有就是懷孕了 然後就是要去檢查 是不是 月經已經那個 沒來幾天這樣 八弟呢 在台灣看醫生 我在台灣第一次看婦產科 今天也是很不好 可是那時候我來台灣 不到兩個禮拜 我老公就帶我去看婦產科 我老公跟他的二姐 我都不曉得我非常的健康 他們兩個就帶我去 我就看到 進來一個醫院 然後他們兩個醫師講台語 我就聽不懂 然後我想說 我到底哪一位生病 是我老公還是二姐生病 因為我沒有生病 因為我又不曉得 那個是婦產科 就三個人坐著 然後他們兩個就跟醫生講一講 醫師就比我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三個人回家 我就說到底誰生病 回家就跟我老公說 到底誰生病 然後我老公說 沒有啦 本來要帶你去抓那個兵器 可是醫生說你太年輕 那時候我十八歲 你太年輕 撞了可能會裡面會受傷 然後他說 醫生叫他先用保險套 我非常的生氣 他既然都沒有高 所以我就帶我去 然後我就跟他說 早知道 在資歷就帶你去解鎖 用西班牙我們帶你去解鎖 他不知道的時候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小平呢 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內診的時候 因為就遇到是男醫生 我就很害怕 因為從來沒有給男醫生看過 然後也是腿也是張不開那樣的 然後我覺得台灣男醫生 就婦產科醫生真的很好 就跟我們那邊的女醫生 比起來好多了 因為他很溫柔 就是動作也沒有說那麼粗魯 又很溫柔 然後我那個緊張啊 第一次給男生 跟別的男生看就很緊張 然後他就跟你聊天 就說 就這樣 我在跟他回答問題 聊天的時候 動作就很快 東北冷不冷 那夏天不冷 那冬天很冷 對 他是要問他 下面感覺冷不冷 他找一個他的注意力 對 然後他就跟我聊天 就這樣分散我的注意力 然後他動作就很快 就看好了 我都覺得很好 然後我出來的時候 我說我說老公 台灣是男生看的耶 醫生是男的 我老公說 虧大了 虧大了 被人家看光了啦 Crisina呢 我 一個月以前 我有去看服藏科 也是德安百貨附近嗎 對啊 不是不是 在 好了 來到的時候 他看我的這個是 這個什麼講 報告 報告 對 然後看我的臉 寫 然後教你去準備好 這個要給你們看 我去那邊準備好 準備好 準備好 他來了 他來了 一定要看 看你們 看 看 看 然後給我講話 你知道了 我有看到你 什麼時候 沒有看到他 我有看到你 你在巴爾羅斯來的 我說 怎麼 怎麼可能在裡面看 你知道我 誰還不是外的 不是 你只要Crisina 怎麼可能 也有我的臉 她上次講的話 回應剛剛回來 她一定是看到電視 回應 回應 箱子裡面都回應 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有看電視啊 唉唷 我真的覺得你那個一樣啦 不是 她真的把她嚇死了 她已經打開再看了 她說 喔 你是白俄羅斯來的 所以她覺得奇怪 你怎麼看這裡就知道 對 就知道這個B是白俄羅斯 這個B是南非 你懂我意思嗎 她嚇死了 對不對 你一開始就嚇死了 她真的怎麼可能 然後她說 而且還看了就說 而且她叫白 她叫Crisina Crisina Crisina 怎麼醫生 你錯了 所以台灣的醫生 應該是開我的節目 我已經知道了 你下面那裡面 被人出來了 被人出來了 Crisina 這個真的很好笑 忍不住講一個黃色笑話 不行 我小孩很喜歡看這節目 所以 這一下 這一下 廣告再講 廣告再講 Crisina 講不出來 做抹片 對不對 因為 我很怕很痛 如果很怕 看 腹腸科到牙醫 我一直可以做 醫生拿這個東西 我就 已經很 我一定感到這個東西很痛 很緊張 她在裡面 她說 如果妳這樣子比較不痛 我說對 所以醫生不好意思 我跟她說 OK啦 OK啦 然後她看 我就停 然後呢 她再一次看 啊 好笑 但是 按到按鈕了是不是 我怕很痛 因為 不知道一定習慣了 醫生其實是想跟你講說 你可不可以唱一首別的歌 你乾脆唱歌好了 不好意思 沒有 可是比較 對我很好 再把一六四六個這樣子 真的可以嗎 台灣的醫生非常客氣 都可以 都可以 掌聲鼓勵 那我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Kim 妳以為是乳癌喔 跟我先生已經決定 我們只有兩個孩子 所以很高興 然後以後就覺得說 只要做那種定期檢查就好了 那我在博士頓監橋 就是在哈佛大學附近 去做我的定期檢查 都好了 All set All over 我去結帳的時候 想說我可以回家 就再見了 拜拜 結果 我去付帳的時候 他說 等一下 那個乳房的檢查 哇 妳忘記做 怎麼辦 妳要再來做 天啊 他要給我約下個禮拜 因為妳知道嗎 那個時候我有兩個小孩子 所以每次都要做什麼 都要找baby sitter 很麻煩呢 好沒關係 下個禮拜再來 要做乳房檢查 OK 好 第二個禮拜來 結果怎麼樣 那個機器啊 像攝影機這麼大的一個 可是妳把妳的奶奶 把一個塞進去 然後 塞進去 壓扁 有一種就是摸一摸 有一種醫生就會摸一摸 可是他說 要攝影 乳房攝影對不對 那個好可怕 這是世界上醫療的 器材啊 妳是初期 所以這是高等級的一個 好像類似那種斷層燒麵 它是這樣 對 夾扁 夾到最扁 它夾到真的好像 可是機器很好 它旁邊有兩個握把 讓妳手可以握住 那個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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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覺得很痛 很痛是很高興 很痛是很痛 可是妳知道嗎 我第一個女兒 我給他餵奶失敗了 可是我兒子生第二個 我有經驗 我就強迫他喝奶奶 我不要買奶粉 我要省錢 結果我兒子嘴巴很大 所以他抓那個乳頭 吸得很好 對 我一直餵奶到兩年 而且我有一個壞習慣 我會偏左邊 因為 我習慣了拿那個寶寶 拿他的頭在這邊 有沒有 因為我是右手可以做事情 所以他一直吃一直吃 其實到現在也有一點收穫 如果仔細看的話 不用仔細看 如果仔細看你會發現 對 這個比較大 這個不說話 這個 抗議 變小 抗議 這個大大的 因為妳一直餵這邊 所以妳當時去做那個乳房的檢查 就發現 有大有小 結果是異常 abnormal 異常的結果 他說 妳左邊呢 異常 然後怎麼樣 又要來 要來second time 又來 再壓一次喔 我叫做那個叫做pancake machine 你知道那個pancake 麥當勞 壓的壓的 壓的很點很點 好像兩個要壓這樣 哇 結果 對我最後去 她要去壓妳了 最後去 妳知道那個醫生跟我說 Oh very sorry 妳的test叫做 False positive 懂嗎 假陽性 假陽性 沒事 對對對 就是假的 陽性的 還好現在有新的機器 不然像妳這樣大 那個一壓 那個機器應該要 砰砰砰砰砰砰 這樣子 我知道現在有醫院 已經有這種新的機器了 就是妳直接躺上去就好了 對 妳不用壓了 直接躺上去 這做核子公正 持症照顏 持症照顏 沒有 只為胸部 只為乳 only for乳房的 所以只要這樣貼的就好了 也不用這樣pancake 不用了 不用pancake 對不對 而且啊 什麼奶都可以的 對 大小它都可以的 貼得很好的 所以這個現在是比較方便 各位還是要去做檢查 但是我想問一下 美美妳有做過胸部檢查嗎 沒有 從來沒有過 美人姐最近會不用強調啊 不是 我不是說 因為我寫或之類 因為不是要上半身要裸空嗎 就很不好意思啊 給醫生看 或是給醫生壓壓壓這樣子 我這裡會害羞啦這樣子 那就自我檢查而已這樣 欸妳下次可以帶一個那個去看的時候啊 醫生檢查比較準 就把頭套把自己頭套起來就好啦 就看不到啊 不是 我告訴妳 通常是醫生被他們嚇到 有一個人是 他醫生一摸 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笑到醫生沒有辦法繼續檢查 沒有啊 What happened to you 他叫我不是 所以我要報告嗎 然後他開始這樣子摸 哎呀 妳幹嘛 妳幹嘛 好恐怖喔 如果 如果前一個客人是Christina 下一個客人是Faisa 妳們懷孕的時候是開心還是意外 我當時候懷孕的是真的非常意外 而且意外的非常零 就是我那時候跟老公吵架 然後他出國了 我就打電話不一起他 我是說 欸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懷孕了 妳騙他的 但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有把小孩 那我就這樣子故意欠他 太急了吧 然後我就 我那時候 我就想說 欸 奇怪 我的約金真的沒有來 然後我就想說 就去買 跟他講完電話 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趴趴的 趕快跑去買 買完 第一次淹的時候 看到有兩條線 但是一條線是非常紅 一條線是很淡的粉紅色 我想說 或許不準 我就想說又跑去再買第二支 也是一樣 一個很深一個很淡 我還是不相信 我覺得說我還是再買第一支 三支 三支淹刀 妳很奇怪耶 因為我不相信 我不想 還沒想生小孩 同一泡尿 有必要驗三遍嗎 同一個人的同一泡尿 不是有必要驗三遍嗎 妳就是人家驗孕棒 換了三個牌子啊 幹嘛 是 我很容易尿 對 所以 很容易 不是同一泡尿所 就是三泡尿用三根嗎 就真的三支 我當天還留著在那邊 三支牌 隔天我就真的趕快跑去婦產科 真的懷孕了 但是真的還很少吧 那咒術還很少 他就是連那個心跳都還沒陰 我就打電話跟我老公講說 我真的懷孕了 然後我老公說 妳昨天不是跟我講嗎 不要 Kris平安有喜 老公的第一個反應 我說 怎麼可能我要跟你結婚 我要跟你結婚 我懷孕了 啊 這個的時候她說 她說 我不懂 妳剛剛去賣麵包 為什麼妳懷孕了 身產到底有多痛 竟然把護士咬流血 我在SEND 眼睛在SEND的時候 用LIR的時候 嘴巴啊啊的時候 就去幫我 不讓你叫 對 不要我叫得那麼大聲 然後拉啊的時候 就 流血 來不停喔 姐妹會 我在打電話給我老公講說 我真的懷音耶 然後我老公說 我說怎麼班 我還要讀書耶 然後就說 就看著班啊 就生啊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真的很驚訝 是反而 講的那個是騙他 但是變成真的要生 變成真的 一語成全 Custin啊 妳要回白俄羅斯之前懷孕 星期五要回白俄羅斯 星期二我晚上都是 一直走一直走不舒服 自己想已經沒有來 應該可以 可是還沒決定啊 我跟老公講 一到晚上看電腦 我跟他講 我去外面買麵包 去外面買麵包 買test 買麵包 回家麵包放在桌子上面 就廁所做test 做test 看到了 懷孕了 對 怎麼跟老公講啊 進去跟老公 老公 你走好 我要跟你講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 怎麼了 你不要給我結婚 我說怎麼可能不要給你結婚 我要給你結婚 我懷孕了 這個的時候 他說 他說 我不懂 你看看去買麵包 為什麼你懷孕了 為什麼買麵包 我買test 在哪裡 我很擔心 因為要去外面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去看醫生 醫生說 應該OK了 可是老公 我們應該 請求我給他抱抱抱抱 他說 你知道 你要快回家 因為你懷孕了 我真的 我現在 我想 你去買麵包 我等妳 我現在等妳們 很感動 很感動 真的 我有一個很糗的 就是Sandra 我覺得 你的經驗是 今天裡面最糗的身材 她把人家護士的手 咬到流血 好厲害 因為我跟你說 我記憶態真的很不好省的 因為已經晚兩個禮拜 還一直省不出來 省不出來 我可以想說要改道了嗎 她說不能再當 然後就是她說不要 先用嘴 嘴正 對不對 催生 那個真的是很痛 可是我譬如說 我今天的四點早上開始大 都沒有效果 到開店的早上才 漸漸的開始痛 可是痛的時候 那個痛我鎖不掉 我一直叫 所以我 妳真的有會咬嗎 沒有 妳是怎麼咬 妳是怎麼抓人家 我跟妳說 其實她就在這一邊 她就在我這一邊 我在省的 已經在省的時候 用力的時候 最怕 阿的時候她就把我 阿 不讓妳叫 對 不要我叫得那麼大聲 她拉阿的時候就 阿 流血了 她真的抵 那個血真的 真的血這樣抵 而且第二天裹紗布 後來 妳有沒有去買禮物送人家 我婆婆 去買一盒那個水利 開天送給人家 跟她說不好意思 這個就算了 我過半年又懷孕一次 懷孕一次又省的 雞兒可也是一樣 超過兩個禮拜 先不出來 尤其他水準都一樣 可是這個很快 這個很快 我三個都一樣 這個很快 四個小時就出來 好 引進 好了她就說 可以進來 要生的喔 以後帶我進去妳妹 帶我進去妳妹 那一個人跟著我 我就說 那一次 背置這個護士是這樣 妳搞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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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最好笑 她就不肯在我旁邊 她在這一邊 你知道嗎 然後 我不會忘記了 在這一邊 這邊 旁邊以後 這邊 就是一個很帥 非常帥的醫生 就是 在學習醫生 實習醫生 實習醫生 我不會忘記了 很靠很帥 妳要嗎 所以就不好意思咬 我們一開始 不是用抓在這邊 對不對 我不是找 我就是穿一個一層的衣服 小孩誕生 竟然和電影情節不一樣 老公第一次 剛剛 剛剛看到小孩 看到小孩 罵我 為什麼小孩子很瘦 為什麼他很瘦 為什麼沒有哭 一直進場 一生大小朋友的屁股 那才哭 因為我老公一直看電影 才已經看到小孩子 已經柔柔的 哦 對 那是孩子 真的 那個 那是好幾天的啦 來不停 姐妹會 一邊整個生小孩 他的頭伸出來了 醫生 跟我說 爸爸爸爸快來快來 我的老公來了 小孩子伸出來了 沒有哭 老公第一次 剛剛 剛剛看到小孩 看到小孩 罵我 為什麼小孩子很瘦 為什麼他很瘦 為什麼他很瘦 為什麼沒有哭 一直進場 一生大小朋友的屁股 屁股打了才哭 哭啦 啊 為什麼很瘦 為什麼很瘦 我跟你講要吃多一點呢 我跟你講要吃多一點呢 醫生說 這個是OK的 因為我老公一直看電影 才能看到小孩子已經柔柔的 對 生好幾天的那個 對啊 他像 要生這樣子的小孩 為什麼他的小孩 怎麼那麼瘦啊 對 小孩子伸出來了 皺皺的都很醜 對啊 這個還好 你覺得老公越緊張 說了你兩句 那個一堆醫生 才看到他開指指 Kim 我先生跟我婆婆是非常緊張 因為 等於說是我第一個小孩 所以在我生之前 我婆婆也會 我那會快九個月 她會早上不到六點 打電話說 歐陽山 我問你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 你呀 知不知道破水是什麼 對啊 我說 我的媽呀 我已經34歲 我知道 Water Breaking Water破水是什麼 所以我特別跟我先生說 黃蟲小 我快要生的時候 千千萬萬 不管怎麼樣 不要馬上給你媽媽打電話 千千萬萬 千千萬萬 身材很痛 痛文還要生 教得很恐怖 到那個醫生跟護士 每個人都認識我 然後我那時候 除了教育 除了這樣子 咬我老公敲膛 逼我還說 我不要剩的 我不要剩的 都是這樣講 明年再來 對不對 WTO姐妹會 是半夜的兩三點 破水 不到八點 我婆婆是在那個代產市 來了 然後怎麼樣 思愛以來 然後叮噹來 叮噹的女朋友 然後康康跟她女朋友 還有她們的朋友 我推都在那邊 就是當然是蓋了一點點的 那種很薄薄的 一小白色的臉部 她沒拉起來 怎麼可能 沒有 她以為是你的家人 她也不喜歡 一般我們不這樣做 一定會把臉部拉起來 我覺得Kim太客氣 因為我叫的時候 我頭一定要動 我是先 然後我在那邊叫 然後那個護士就 妳太吵了 她是在跟我講 妳太吵了 我老公也不說話 在旁邊這樣 妳太吵了 妳太吵了 我直接跟她講天使 然後我親戚叫 啊 慧琴妳叫到整個產房 後來大家都離開 只剩妳一個人對不對 對 就那時候 真的很痛 第一次的時候 我那時候除了教育 除了這樣子 咬我老公敲彈壁 我還說 就是 都是這樣講 明年再來 所以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妳要不要把妳家的那個電視音量 妳先關小 妳照做我有意義的 妳關最小 妳關最小 OK 關好了齁 好 OK 那我們最後就請各位模擬一下 妳當時生產的時候的尖叫 來 一 二 三 拜拜 好可怕 好可怕 快來幫我們安算 還有訂閱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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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